今天下午的四点钟 在三峡大涌路 有一辆要前往托儿所 接小孩回家的休旅车 因为不明原因暴冲 撞到了在托儿所前的一对母女 而骑着机车的妈妈 当场看着小女儿卷入车底 伤重不治 当场崩溃痛苦 车祸现场机车倒了一地 肇事的休旅车就停在托儿所旁边 地上血迹斑斑 疑似因为车辆失控暴冲 当场撞死一名小女童 我一到半 我刚才带你 人带你的胞 那种恐怖就会 到现在我看着 小女童的父亲赶到现场 发现自己的宝贝女儿 变成冰冷冷的遗体 还呆坐在现场 下午四点多 新北市三峡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死者的母亲要去在小女童下课 途中却遇上了一辆休旅车暴冲 先是撞死的小女童之后 再撞上女童母亲 并且波及一旁托儿所的学生 造成一死两伤的悲剧 也让一个家庭就此破碎 而募集现场的民众也被吓傻 现在警方也要加紧脚步调查 要厘清舍货发生原因